很淒涼,這個女人真的不要得 看不出來,這麼絕情 趕了女兒出來 每晚都在門口睡覺 昨晚我們報導過 天生龍雅的美華 每晚都在李靜屋邨 自己家門口露宿 飽嘗淒風苦雨 原因是她爸爸在2017年過世前 立下遺囑,將層樓的業權 全數贈送給樓下的女保安阿娟 我也不明白 為何要寫一層樓給那個娟姐 今年10月,阿娟還連門鎖都換了 令到龍雅的美華有家,但歸不得 女保安叫她搬 叫美華搬 美華不肯簽名,不肯去拿屋 死都要在這裡住 美華無家可歸 有街坊還見過她 八號風球都在走廊 甚至街頭內座 她坐在那邊,坐在那邊 坐在另一邊,她下樓在那裡 八號風球那天 我晚上差不多7點回來 美華坐在我們前面的冷行門口 我就不忍心了 我就打電話在控制室 就由她們報警 後來,社工告訴我 我帶去那些風劑庇護中心 住了一晚 我去了南昌社區中心一次 全部都是男人 睡在那裡,只有我一個女人 自此,美華就日在街頭度日 晚上才回家門外睡覺 全部家當都隨身攜帶 牙刷,餅乾,飲品 都一袋二袋擠在那裡 我睡覺時,冷的時候 我會生氣 那張皮 這裡有一些零食 餅乾,夠不夠你吃? 餅乾,夠不夠你吃? 餅乾,我很餓的時候 我會拿來吃 有時候會餓一點 因為很冷 晚上這個位置很冷 又坐了很久 起床,腰骨又痛 肩膀又痛,很辛苦 那有沒有其他衣服? 沒有了,在裡面 沒有了 我沒有錢買,衣服很貴 我要留錢來吃飯 所以不會用錢來買衣服 我要留錢來吃飯 沒有錢 剛才美華也畫了一些 她不喜歡阿娟在家裏做的事 例如踢她的拖鞋 估計是她不穿衣服 在家裏走的畫 另外她也給了很多畫作 平時有很多跟阿娟相處的時候 不開心的畫面 而且她畫阿娟的時候 樣子都很真靈 到底這個阿娟 是否有三頭六臂 能夠令美華爸爸 雙手贈送層樓給她呢? 街坊有這樣的看法 她根本因為的是美人妓 中國妓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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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年輕的貌她 我們就問美華從 company 原來阿娟是個體型狀健 新型 boys 年約五、六十歲的依依 她怎样得到美华爸爸的欢心呢 街坊都说邓美华不值 一直留意着阿娟何时回来 一见到她就上前问清楚 不过不得要领 你们家的事 你帮我一帮她一帮她 你没有跟我说话 你和你自己的控制收担议 你接受的 你知道吗 先问我先去 我们联络过几位社工 说早前帮过申请公屋 但美华不想离开 现在就算想入住临时房屋 申请都是需时 一切问题 似乎都要找不到阿娟才有机会解决 我们不断尝试 终于接通电话 喂 什么事 喂阿娟你好 我想问一下 你现在换了把锁 美华进不去 你是这个 我们是东张西望打来的 你有事你跟警察说 警察都说你不开门 你会不会回来开门 我不会回来开门 但是这个地方是美华住的 你现在换了锁 他进不去 他现在睡街 你找社工 找社工谈 但是你现在锁了门 他也进不去 社工也帮不了他 我也不在家 那你什么时候会回来开门 跟着他 要他自己才帮到他自己 你锁了门 他怎样帮自己 他的东西都在里面 你锁了门 他怎样进去 他怎样住 喂喂 为什么你要拿到别人的层楼 他一直都住在这里 这么多年都 你问他自己 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自己都不清楚 他自己都不清楚 不是 但是你拿到别人的层楼 吸了门 进不了屋 但最近气温一度骤降 恐怕单薄的衣衫抵不住冷风 我们唯有买件雨寒衣物 让美华顶住先 今晚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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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去这个 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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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买完衣服 试试 现在 我帮你 行不行 暖的 拉起来 拉起来 看看行不行 必然飞 买了衣服 现在乱不乱 她已经十几天没洗澡 她口臭 她完全像自暴自弃 她经常跟我说不开心 想死 我都不知道怎么帮她 我们唯有 揭而不舍 继续找阿娟 几日后 庆幸再找到她 不过 阿娟说 层楼 是她给钱买的 我是真金白银 真金白银 买了 我给了多少钱 私人问题 我一个私人买到 又是交易了 是不是 我几百万买了 又是交易了 那你说真金白银 买了 那有没有买买合约的 当然有了 大哥 过户都过了 那如果没有交易 别人那些律师 流食屎的 那些全部吸光红章 那些政府红章 见到我的名字 就当然是我的了 那么容易拿一层楼 那有没有买买合约 给我们看一下 给你看 你有没有权利看我这件事 不过 从土地注册署的资料 看到 这个单位的转让 著名 assent 这个字 律师说 代表有人 是经围组承办 这个物业 在代价一栏 也没有写上 任何物业交易的价钱 在法律上 并不是买卖 更见不到任何金钱交易 没有说钱 没有说钱 那些人收到那些钱 那些钱是什么钱 那些殷尸子 那为什么你觉得 美华爸爸 不管那女儿有没有得住 都要转层楼给你呢 那你就问他老爸 他老爸过了身 你想知道 你就去殷家问他 那间屋是他老爸的 他就要在这里住的 是不是 他老爸就去殷家住 他不跟着他老爸去殷家住 其实最惨的是我 我买了那间屋 没得住 我就是太仁慈 让他在这里住 记住了四年了 我四年没睡过 一晚好觉 整晚走到天江 晚上半夜三更 两三点 三两点 扔垃圾 一声关着那洞 那间房的垃圾 堆到上楼顶 你知道吗 我现在没有空 我要煲锅 给了多少钱 给了谁 阿娟都不肯说 只是建清层楼 已经属于他 但在法律上 美华还有没有转弯的余地呢 在行刑法底下 他就得到一个保障 就视之为一个 行刑法底下的权益 那就是简单来说 他是有一个权益身份 是可以继续在这个单位居住的 为什么 因为正正是 2002年 买这层楼的时候 美华说 是有夹钱出来买的 2002年的时候 爸爸妈妈和我 是有夹钱的 夹钱去买这家屋 那时候律师签了名 你那时候夹了多少钱 2002年的时候 你看看 你夹了十万元 十万元 是呀 我一个人夹出来的 爸爸又夹 妈妈又夹 我又夹 我理解他好像夹了十万元 而当时那层楼 价值大约都是三十万 所以给了十万元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在这个情况下 这个十万元是视之为一个贡献 如果他向法人申请 将他的贡献 是罗列了出来 在法律上 他就可以有些业权在那裡 所以他就不能够 谋言被人踢走 也不能够被人赶走 不准在那里住 不过以美华的情况 一个人实在难以进行法律行动 想找哥哥和舅舅帮忙 也有难度 是否你家里有舅舅电话 是否他们都很疼你 都可以联络他们 在房间里放在里面 但我没有锁匙 我进不去拿 我真是希望她的亲戚 第一个找回她 很可怜 狮子生下不应该这样的 在多番联络之后 阿娟终于肯回去单位 希望可以解决事件 究竟美华和阿娟相遇 会有什么结果 美华又有没有机会 达成她这个卑微的心愿呢 因为爸爸妈妈给我的房间 我很想继续 在未来的日子都在那里继续住 如果在那里住 我就会很开心 留意明晚东张细忙 若女誓要夺回安乐祸最终回